第629章 说话算数哦 无论两人之间有没有素式姻缘 一个男人愿意为了自己如此付出 而且他又是如此优秀 自己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唐三 唐三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渡劫成功了 你知道吗 美公子趴在床边柔声呼唤着他 宛如交叹般的唐三自然不会有什么回应 但美公子像是不知道他无法回应自己似的 依旧轻声说着 快点好起来好吗 你现在的样子让我真的很害怕 无论以前是如何 我只知道 这一世 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 你是修罗也好 是唐三也罢 只要你能好起来 我都愿意让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也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苏琴站在旁边 听着女儿的倾诉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她轻叹一声 缓缓地退了出去 将空间留给他们两个人 美公子轻轻地抚摸着唐三的手掌 眼神中带着几分迷离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是来买奶茶的 当时你就一直在看着我 然后我看到你好像是流泪了 如果我们真的有素氏姻缘的话 那时候你就已经认出我了吧 那时候的你还很弱小呢 后来我就总是能看到你 在奶茶店 在学院里 你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我面前 对你 我始终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我的心似乎不会对你设防 现在想想 如果你说的素氏姻缘都是真的 那么 一切也就都可以解释清楚了 原来都是前世的牵绊 让我一直喜欢和你在一起 后来你戴上了面具 化身修罗 你说的对 如果那时候的唐三展现出后来修罗的能力 我一定会认为你是个怪物 所以 你隐藏了身份 可是 或许正是因为对唐三那种奇妙的感觉存在 我对修罗始终都有着一分提防 本能的就不愿意和他接近 哪怕修罗一直都在帮我 直到这次 我与修罗一起参加组庭精英赛 我渐渐了解了他 也渐渐感觉到他对我那份无私的好 可就算如此 我也从未往男女那方面去想 我只是想要认他做哥哥 或许 这就是因为 我的脑海中始终烙印着唐三的面容 你可知道 闭关结束之后 找不到你了 我心中有多么焦急吗 其实你是对的 如果你用唐三的身份重新来到我身边 肯定要比告诉我你就是修罗更好 以我对唐三的好感 我估计我肯定会逐渐接受你在我身边的 但你舍不得我难过 将实情都告诉了我 确实 那时候我的心真的很乱 我经常会想 真的有素食姻缘这种事情吗 直到这次度节 当你再次站在我身后 握住我的手那一刻 我心中所有的迟疑和不确定都消失了 无论你是唐三还是修罗 你都是守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前世我们之间是如何相伴的 但你为了我 放弃了神王的地位转世而来 我已经能够明白曾经的我们是多么相爱了 你赶快好起来吧 我会尝试着好好和你在一起的 在这一世继续我们的爱情 我在度节蜕变的时候 似乎看到了前世的种种 我愿意的 这一世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 只要你能好起来 你答应过我的 要一直守护在我身边 一直做我的守护神 你说话要算数啊 泪水一滴滴地滚落 落在唐三焦黑的手臂上 一直静静躺在那里的唐三 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 嘴角处焦黑的皮肤 顿时发出咔的一声轻响 美公子虽然在哭 但已经达到神级的他 感知何等敏锐 听到声音后 他第一时间抬起头来 他看到的是唐三的嘴角裂开了 是的 裂开了 这一幕惊得他目瞪口呆 甚至忘记了流泪 不是嘴整个裂开 而是嘴角处的皮肤 似乎裂开了 咔咔咔 伴随着一连串的轻响 那裂痕开始向后延伸 渐渐延伸到了耳根处 紧接着 又是一道裂痕出现 向上延伸 朝着鼻子的方向 声音变得越来越明显 美公子此时 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真的怕面前的他整个人突然碎裂 就此隐命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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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弱却稳定的心跳声响起 突然 咔嚓 声 一块焦黑的外壳 从唐三脸上跌落 露出了里面嫩红的肌肤 这是 然后就是又一块焦黑的外壳裂开 似乎也要从他面颊上滑落 美公子小心翼翼地探出手 捏住那块焦黑的外壳 小心地将它拿了起来 便又看到了一块嫩红的肌肤 他不敢用力 但似乎已经明白了 他小心翼翼地顺着那出现裂痕的焦黑处 轻轻地按压 果然 唐三体外的这层焦黑的外壳纷纷破碎 化为一块块碎片脱落 美公子也顾不得自己的手都被染黑了 不断地帮唐三一点点地将那些碎片包下 露出下面嫩红的肌肤 很快 唐三的面颊就露了出来 唐三的肌肤看上去吹痰可破 还带着淡淡的血丝 但绝对是完好无损的唯一欠缺的 就是头上的毛发 无论是头发 眉毛还是胡须 现在都没了 光溜溜的头 看上去像个包了壳的鸡蛋 听着唐三那稳定的心跳声 再看着他此时焦黑外壳下细嫩的肌肤 美公子顿时心中大定 看着他那光溜溜的脑袋 美公子忍不住 扑痴 一声笑了出来 连带着眼中的泪珠滚落 落在了他身上 唐三嘴唇吸动 细微的声音传出 你说了你愿意的 说话要算数哦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 但美公子还是听到了 一时间 他不禁翘脸羞红 抬手欲打 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 你 你这个家伙 你早就醒了对不对 你就是故意吓我的 美公子娇撑着 唐三的心跳在下一瞬就弱了下去 美公子顿时吓了一跳 当时的雷姐有多强他再清楚不过 敢忙到 算数 算数的 你别吓我呀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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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恢复了正常 美公子愣了愣 不禁随之气节 这人 但无论心态如何变化 他依旧小心翼翼地为唐三掀开身上的碎片 让那一块块碎片剥落 露出更多的肌肤 脸上率先露出的细嫩肌肤 在和空气接触后 渐渐变得正常 白皙 水嫩 就连皮肤极好的美公子看了都不禁有些羡慕 只是这毛发 估计还是要一点时间才能长出来 随着一块块焦黑外壳的剥落 唐三整个人看起来顺眼多了 暴露出来的肌肤也变得越来越多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受到唐三平安所带来的兴奋情绪影响 美公子还没有想太多 但当她为他包下的焦黑外壳 渐渐过了胸口 露出坚实的胸肌 在开始向下延伸的时候 她的脸就红了起来 作者 唐家三少